一生所有一切的供养 全部拿去印金布施 那个印金不就是帮助人开智慧 他的洪画社 就是他那个佛经流通处 印诵廖凡世勋 感应篇 安四全书这三种 我给他概略估计了一下 至少有三百万册 集团的这些金论数量都没这么多 几千册一万册都不得了了 唯独这个书有那么多 所以我那个时候 1977年在香港讲经 住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 谭虚老法师的道场 那个里面收集的书很多 红画社的书不少 我们有四在那里看书 看版权页 一个书的时候印了几十版 每一版少的三万车 多的十万车 哎呀我吓一跳啊 老法师为什么 这样大量的流通这三种书 这三种书不是佛经 如果是佛经 我们还不奇怪 不是佛经啊 不但流通 还有一篇传记里面记载的 清朝末年的时候 老法师在普陀山 他都住藏经楼啊 定海的知信 请他老人家 到定海弘法 他没去 他派了一个代表 到定海 去讲经 讲什么经呢 讲文昌帝君音之文 这道教的东西 这都是我们觉得 大法师 这不就讲一部佛经吗 就讲道教的东西干什么 我们才晓得 老法师是真智慧 真能观机 讲佛法对他没有用处 文昌帝君音之文 跟感应品一样 讲英国报应 这个是学佛的基础的基础 他在打根基 你才晓得这个东西重要 人知道自己的命运 知道英国报应 齐心动念 不敢存坏心 不敢有妄念 幸好 他的言语造作 自然就收敛了 这才是个好人 经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先要把他提到这个标准 然后才能接受佛法了 老法师的作为跟一般人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的 所以这个了凡思讯 这三样数就非常非常重要 我77年从香港回到台湾 看到老法师这样做 我们在台湾也大力提倡 回到台湾就印了五六万册 而且这几样东西我都讲过 早年讲的都没有录音 早年讲过这些东西 再看幕后这一段 这在举很具体的例子 入天津 学世间欲乐而来学佛 这都叫你学 都叫你放下 你每天晚上到这来听津 大概家里面都有电视 有很多娱乐场场所 要有朋友跟你约会 你都不去了 都放下了 都捨了 你不捨怎么行呢 所以你捨那个 你才能学佛 天人学欲界 这即生色界 天有二十八成 风为三界 欲界色界 无色界 欲界天人 要不能把欲 统统写得干干净净 色界天他去不了 学色界 这生五色界 这才能到四空天 学五知 即正欧罗汉 我们今天振不了 欧罗汉 为什么呢 我 我抓得很牢 绝对不肯舍 这就没法子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这是本来我们不晓得 听了佛法 听了佛法才知道 只要执着我 你就有三界轮回 就有六道轮回 所以你要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 我学掉就没四个马 六道就没有了 超越六道了 所以要有智慧 要有胆量 敢把我 写掉 写掉之后 真痛快 真自然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不但烦恼没有了 生死没有了 六道没有了 那么生死六道没有了 是不是这个生的马 是就没有了 不一定 生还在这个世界 生虽在这个世界 没有生死了 没有轮回了 因为你把母舍掉了 前面讲 无母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真舍掉了 那么身体在这个世界 快乐 快乐无比 在这个世界 时间的长短 随缘 随什么缘 众生还需要这个身体 多住几天 佛菩萨需要这个身体 多住几天 多住几天干什么 弘法立身 给众生做一个 了生死畜三界的好样子 如此而已 若是自己 毫无理由 再多住一天了 没有理由了 完全是 为众生 为佛法 这叫随缘 只不是叛缘 是法治 皆为菩萨 不但 世间法不知主 佛法也不知主 那你就是菩萨 那你就是菩萨 世间法 舍掉了 还执着佛法 还是不行 你那个心 还不清净 学苏婆 即生即乐 你要想到 极乐世界 去清净阿弥陀佛 苏婆世界 要舍掉 苏婆这是讲 苏婆的六道 苏婆的大千世界 有一丝毫的 坦念 西方极乐世界 就去不了 必须毫无牵挂了 真的写得干干净净 热用寻常之中 一切岁月 纵然是 自行化它 也是水月道场 梦中佛寺 这样才真正做到 丝毫牵挂都没有 这才能生净土 才能够清净阿弥陀佛 冰尸也一舍 舍到最后没有了 你舍也舍掉了 没得舍了 那就成佛了 圆满菩提 说由此可知 只要一面行去 一面不放在心里 即两边不注意 这是把布施波罗米 把菩萨六度万恨 具体交给我们 教我们落实在生活当中 如何像祝福菩萨一样的行方 这才叫真正学佛 学佛的生活 学佛的行持 不是在文字里面学 不是在英语里面学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面行虚 行什么呢 有这个身哪有不行 像释迦摩尼佛表现 早晨起来 穿衣服 脱博吃饭 就行啊 我们早晨起来 穿衣服 这都是行啊 在家里面 做家事 上班的时候 你去做工 样样都在行 这就叫 一面行去 我们是天天这样行 佛菩萨天天 也是这么行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佛菩萨不放在心里 心里面干干净净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的凡夫啊 有分别 有执着 不一样就在此地啊 我们学佛菩萨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学一个不分别 不执着 一切实 一切出 一切静缘之中 竟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学一个不起心 不动念 跟大家应酬的时候 学随缘不攀缘 随缘呢 就是自己 不起心不动念 我这个形象随缘 心里头如足不动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叫修佛 这两边不住 因为有心 不住空 心里干净 一尘不染 不住油 空油 两边不住 出事 出事 你办事 你工作 你每天去做工啊 每一天都有你自己 需要做的事情啊 出事 你去做事 不妨碍 做什么事情 都不妨碍 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 什么事都不妨碍啊 待人 与别人 往来应酬 借物 处理一切物质上的事情 你能够 像佛菩萨一样 心地清净的 夜丝毫不沾染 你无论办什么事 必然功而无私 过而忘嫁 这就是在社会上 第一等人物 也是我们前面 也在讲的 给社会 给大众 做一个好样子 我们所作所为 都是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 为什么呢 没有私心 没有我 没有贪嗔痴了 可知不失一法 包括一切 这一法 一切世间法 包括在其中 一切佛法 也在其中 你要问 大乘佛法修个什么 不失而已 所以 大乘之时 教人 看破 放下 放下 就是不失 看破 是般若 般若是智慧 智慧开了 看破了 看破 当然放下 看破 没有 不肯放下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